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加面Alpha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24年2月16日 周五下午的3点02分 本期分下两个空头机会 那么抓去这个空头机会都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可以给你带来一波不小的财富 那么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页面是Conquart 那么它是在昨天宣布完成了7.5万 750万美元的融资 那么它是有一些这边领头的项目方 我觉得暂时先不说 我们可以先关注一下它的推特的页面情况 目前推特的页面当中已经有2.7万的关注者 这边是它的一些详细的详情 那么它这边也有一些说 那么是在获取了 我们这边可以进行一个翻译 它是宣布为提供750万的融资 那么本身是作为一个链上债务和信贷的构建的应用链 然后领头者的话就在这里 那么这是一些这里 那么这边有一些详情的一些介绍 这边都是有所体现 那么包括学崩链也是有这样一个赞助的情况 那么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连接任务 那么首先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email 那我们输入完成之后的话 需要点一下next 然后这边会连接到我们的钱包 那这里要进行一个说明 无论连接任何一个钱包 请务必保证它是一个新的钱包 新的钱包一方面可以保证你的资产的安全 一方面我们本期也只是作为一个测试的 环节测试的任务的这样一个账号 那么也不需要有用到你原有的一些小狐狸的钱包的账号 那我们这边去等待一下它的响应 那我们这边响应完成之后 我们就连接一下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人机的测试 我们需要进行这样一个完成 然后点一下这里 这边应该是二次的一个确认签名 那么我们点一下签名成功 然后这边是已经显示成功 我们直接点一下下一步 然后的话 它这里我们已经暂时获得了85的这样一个积分 那么现在加入的话就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积分 那么下面方案是积分在未来绝对是有用途的 那么推测高几率的话是一定是会出现空头的 那么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邀请码 使用到邀请码可以获得25的积分 那么这边就是一个具体的详情 那么首先这一个其中一个的财富密码的话 就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 那么目前的排名也是 只获得85个 那么但是排名是在126638位 说明参与的人数肯定是要比12万要多的 那么这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紧接着再介绍第一个空头项目之后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空头的这样一个任务环节 那么这边是具体的一个教程环节的 这样一个网站上 那么它是Bitfinity 它是基于互联网计算机协议的EVM兼容比特币的二层网络 Bitfinity的Network在领头的几段融资中 已经募集了超出700万美元的资金 估值的话是在1.3亿的美元 那么它的今天这个任务的话是零成本 并且用时的话应该会相对比较快 那么根据我的操作步骤来 然后我会告诉你如何进行这样一个空头的预期 那么这里再做一个这样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就是第二个空头的这样一个测试交互过程 那么它这边也有说了 是否会有空头的话 官方目前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相关计划 但是非常有可能在主网正式上线后 这样向测试用户进行这样一个空头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测试这个用户 我们就属于这样一个用户 任何的一个交易环节 任何的一个加入他们的工会也好 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好 都是对那个 都是测试用户的一种任务的体现 那么也是作为后续空头发放的一个凭证 所以价值还是非常在的 那么本身又是属于那个bitfinity的主网 也是属于比特币layer2的这样一层 所以还是非常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们目前开始进行这样一个交过 首先点开到这样一个网页上 那么点击去添加到我们的测试网络 那么在任何测试网络的时候 请务必要明确到是否切换到一个新的钱包当中 钱包当中不要有任何钱 那么再错一次风险那个标识 然后我们这边切换 这边切换完成之后 然后去看一下小狐狸对应的网络 是否变成了你所切换的那个网络 那么这边就已经切换成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网络 那么这边是有相对应的BFT的这样一个代币的形式 那么我们把这个页面滑去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个 那么在这样一个页面上 进行一个领取测试币的环节 如果英文看起来有点乏味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中文 然后这边点一下确认 然后这边是确认 他说不是美国人 这么是有什么歧视吗 然后这边选取到 这边有两个板块页面 一个是BFT有限 一个是铸造测试代币 那么我们看一下他具体的一个流程 我们首先是要选择这一个 然后这个这个 相对应的如果你觉得 因为他的教程是英文版本 那我们也就按照英文版本来进行这样一个 那首先再需要连接一下小狐狸的钱包 然后点击连接 连接完成之后点一下这个 他这边就已经滑曲到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是选择了那个不变 这边还是一样的 那么点一下这个 OK 然后可能需要等待一下他的响应 因为他说可能是需要等到这边有具体的时间 我们需要等待一下他的响应 然后再进行这样一个翻译 那么这边也有一些会弹出到小狐狸的这样一个 那么他的费用是零 不用担心费用是零 你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 然后我们耐心等待一下页面的响应的同时 我们去查看一下后面区的任务 那么他会到账在十个BFT的当中 价值的话是0.02的USD 这边的话我们就进入到钱包复制到其他地址 开始用主钱包发送BFT到其他的地址 OK 我们这边去查看一下 10的BFT 0.02的USD 然后的话我刚刚想说是 他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每60秒 就像他发送一次请求 那我等一下过一分钟的时候 我再进行一次 他是不是会给更多呢 当然这个我就不去做了 那我继续接下来的操作 那么首先点击一下发送 发送到其他的代币地址 那么这边我们就根据他的操作来 进入到钱包 然后复制到其他的地址 开始用主钱包发送到其他的钱包地址 点发送 然后具体的测试账户的话就没有关系 我就选择发送给DOP 那么他的 就给1好了 然后点击一下发送 反正都是0了 他这里就相对应的减少成为9 然后他说尽量多发送几笔 多刷点交易的记录 那我们就再进行发送 反正多刷几笔 这边就代发送 然后正在处理 我们在等待的同时 然后继续去点击一下发送 我不 我不清楚的是 发送到同一个钱包地址 还是说要不同的钱包地址 如果你觉得不保险的话 你可以发送到其他的钱包地址当中 那同时这里时候要做好风险 必控 因为我没有太多理论知识 我不知道发送到其他的钱包地址当中 是否对你原有的那个钱包有所影响 不过我认为应该这是一个测试网络 应该影响不会有 那我们继续点一下发送 那你像之前根据我教学视频来做的话 因为每期任务都可以用同样像 就其他的一个新的钱包地址的话 那你这边做这个任务就其实相对来说简单很多 因为你有很多个钱包地址 你只要等待一下他的那个响应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边去查看一下 他这个是发送起来还是比较慢的 好一确认 但他应该会变成7 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三次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这边有详情的一个介绍器了 然后他的第五步就是做类似Galaxy的任务 那么我们转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上 这个页面就很熟悉了 它是web3的任务一个任务平台 那么他有具体的一个 这边都有相对应的 那么同时获得他们平台的分数 积分的同时我们这边等待一下他的连接 连接的应该不是账户 这个时候需要去注意一下 我们连接的不是账户 今天做测试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钱包 所以还是要注意 那我们点一下这里 然后目前我们在他的银河任务的界面 那么可能是需要去切换一下他的这个网络 那么切换同时点一下切换 这个时候需要把它跳转回来 然后这边就是应该是可以直接登录了 登录之后才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那个任务了 我们点一下登录 然后我们点一下那个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的话 这个任务啊 银河任务尽可能的都做完吧 他有一些那个零碎型的任务的话 都可以其实都可以做完了 这边的话 如果有任何交互的内容的话 他其实因为我们已经属于 有我们自己的那个交互流程了 这边是具体的一些内容 基本上都是在推特上关注 然后转发一下他的推文 等等类似的 没有太多复杂性的内容 我这边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 那么他说在 bitfinite的networkdiscord服务器上 有自己的这个角色 应该是加入一下discord 应该就可以了 这边是授权一下 然后授权完成之后的话 就已经是 应该就是可以有 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了吧 应该是 我们把这个页面重新刷 我们这边点一下 可能这个任务还是相对来说有点复杂的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尽可能的把它做完吧 然后我们再回讲到这个页面 那么在完成这个银河任务之后了 然后dc的角色需要加进去认证 然后聊几句话就能通过 这个注意一下 那就刚刚这个任务了 就刚刚这个任务 有自己的这种角色 那么他是需要进入到discord当中 加去认证 然后聊几句话 说几句话就可以 然后尽量全部都做 然后加入到官方的工会 那么这边是有具体的工会 我们跳转到这样一个页面上 这个时候应该是需要连接 应该是直接就是连接好我们的钱包当中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需要去怎么做呢 然后点一下这个连接 小忽略的钱包连接一下 刚刚还是那个测试的钱包地址 不要连接错误 不要连接自己有钱的那个钱包 一定要注意 然后连接 等待它的响应时间 然后我刚刚那个去 OK 这边核验一下 然后我刚刚去做一个测试 之前不是这个当中 领取那个测试币吗 然后你再重新操作一边 过去60秒 再重新操作一边 它又会送你测试币 所以它不单单只有10个测试币 那么简单 你看我现在的那个账户 把那个网络贴回去 就它测试币可以一直领的 我忘记是哪一个了 这里 那我刚刚又领到 反正现在是27个 那我刚领到了20个 我不知道它能领多少次 但是它确实我又领到了 然后它这边连接一下discord 然后我们连接一下 我们所做取的任何的操作 都是为了去埋伏它的BFT的空头 不要认为这个交互过程 非常的枯燥 然后看不到什么实际的价值 如果后续发放BFT的空头的话 是一定一定一定 价值会非常的可观的 那么也是错过了stark的空头 那么紧接着它来到了 这样一个空头上 然后我们点一下 然后我们就已经进入到 它的工会的页面上了 这边 那么工会 那么具体就这样子 那其实就是已经全部都做完了 它这边已经是OK了 那目前的话是来到了 五万一千人的这样一个位置上 那这里就是今天的详细的一个步骤 那么再重申一遍 本视频不多任何的投资意见 任何加密世界的投资 或者是民文类的投资 甚至是游戏类的投资 都有可能损失掉你的本钱 任何做到测试交互任务的同时 请务必使用到自己新建的一个新钱包 不要使用到原有账户当中是有钱的钱包 特别是有资产的钱包 务必保证自己的资产安全 在做每个任务的同时 那么测试任务的话 本身淋水啊什么这些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 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那么今天的这两个 第一个我就已经说完了 第一个交流过程会比较快一点 那么它是这样一个 那么你获取这样积分 那么通过使用到邀请链接 也可以获得更多的积分 然后的话这个是 Bitfinity Network的测试网络 这样一个教程 那么它是可以获取到 BFT的一个空投资格 那么后续BFT的空投发放的同时 那么你今天做的所有的交互任务 都是作为一个凭证 然后这里有那个银河网 银河论网 那么这边也可以尽可能去做一下 那么它也有一些奖励了 当你去赚取这样的分数的同时的话 是可以获得Bitfinity的比特币域名 和空投的一个积分 那么本期视频也就到此为止了 很高兴大家能听到现在 也是非常有耐心的能听到现在 今天是交互了两个 那么不再进行这样一个重复了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那么新春还是在这个新春期间了 祝大家还是新年快的 龙年有个新气象 祝大家在无论是牛市来临 或者是没有来临 或者是缓慢正在进行当中 我都祝愿大家进行 我都祝愿大家能够早日报复 谢谢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